- 魔术蛋的奢侈打 - 哈喽,这里是魔术蛋的奢侈打 -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 上礼拜我们做的蜡烛就是为了今天,对不对? - 那你们有猜到要做什么吗? - 那就是... - 登登登登... - 诶,对,蛋糕 - 当然,庆生就是要用蛋糕,对不对? - 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生日 - 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大蛋糕啦 - 诶,对啊,怎样子入镜才会好看呢? - 诶,这样子... - 诶,对,好,所以呢,你看 - 这个蛋糕是不是觉得有... - 蛮有难度的呢? - 诶,没关系 - 我慢慢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去分解 - 好,那蜡烛,上周教过了 - 如果说,诶,你还不会的话呢 - 诶,自己回去看 - 那这个呢,我先拿起来 - 来,接下来呢 - 这个不用教了吧 - 哦,就是... - 灌一条,放上去而已 - 那这个呢 - 诶,这也不用教 - 就是呢,每一段我们就放三到四颗 - 对,对 - 啊这个呢,也是 - 每一段就放一条 - 哦,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 - 蛋糕体 - 我们白色的奶油蛋糕体 - 那当然啊,你不一定要用白色的 - 比如说那个... - 巧克力蛋糕 - 你就可以用巧克力色啊 - 或者说那个芋头蛋糕 - 你可以用芋头紫色的,对不对 - 好,那当然也不一定是只有放蜡烛 - 草莓蛋糕 - 你上面就做一个草莓 - 或者是做一个苹果 - 或者做樱桃 - 对,就变成水果蛋糕了,对不对 - 所以蛋糕呢,它就是可以让你特别去... - 去自由发挥的一个东西 - 好,那我们要分解的话呢 - 来,我们从上网下看 - 好,来,这里离开 - 有看到这里有几条吗? - 一、二、三、四、五、六 - 好,总共六条 - 所以呢,我们要用六条气球 - 然后呢,来去把它先做成一个圆之后呢 - 然后呢,我们再这样子整个圆柱体这样做下来 - 然后呢,做成这个样子 -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总共几层 - 一、二、三、四 - 好,做四层 - 那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 可以把它当做帽子 - 怎么样,首先呢,就这样子戴着 - 哎,没有办法入镜 - 对,就会变成很可爱的蛋糕帽哦 -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做啦 - 基本上蛋糕体只要完成 - 你这些培衬的都没什么问题了 - 好,首先呢,我们要六 - 六条白色 - 一、二、三、四、五、六 - 好,这六条白色呢,我们各打五项 - 因为其实蛋糕它没有说一定要多少 - 没有要多少的长度 - 所以呢,我们就暂时先用五下 - 三、四、四 - 好的,现在你们看到这里 - 二、四、六,六条气球 - 这是大概打了五下的一个长度 - 那现在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把它两两打结 - 所以呢,来 - 两个 - 两个头 - 然后打 - 死结 - 打死结就是,先打一个平结 - 然后再压住之后呢 - 再打第二个平结 - 好,如果你这个不会的话呢 - 我再做慢动作再做一次 - 首先 - 拇指跟食指,两个各拿对面的吹嘴 - 然后呢 - 绕一圈 - 这个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 但是你要抓紧 - 好,来 - 第二个平结呢,比较难 - 因为它会伸缩回去 - 所以你请你 - 左手中指押住中心的位置 - 然后呢 - 在中指的上面呢 - 做一个交换的动作 - 好,交换完呢 - 你把右边的吹嘴呢 - 塞到中指里 - 塞到中指里 - 然后呢 - 随着中指呢 - 拿出来 - 它就是死结了 - 好 - 所以 - 这样子 - 再做第三次 - 所以如果你习惯的话呢 - 你做很快 - 这样就是打死结了 - OK - 好 - 现在呢 - 三 - 三对 - 三对白色的气球呢 - 从中间这里 - 直接抓紧 - 转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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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 让它平均的 - 让它平均的 - 平均的分布 - 在一个平面上 - 那我们呢 - 接下来就要开始做咯 - 我们先抓大概十公分左右 - 但是其实这大小你可以自己决定啦 - 我大概都是抓一个拇指长 - 再缩一点点 - 这里呢 - 大概是十公分 - 这个位置 - 目测就好 - 它抓一个之后呢 - 我们要一个耳朵 - 这个耳朵大一点没关系 - 因为这是最上面的 - 好 - 它第一个完成之后呢 - 后面的五个都要跟它 - 做一样大小的 - 的 - 的 - 诶 - 的 - 模样 - OK - 突然想不到此 - 反正就是 - 其他五个都要跟它一模一样 - 好 - 对 - 其实我 - 后面就目测 - 这一支 - 其实这在皮面上还蛮难做的 - 其实这在皮面上还蛮难做的 - 好 - 像这种重复的动作 - 我就速度加快 - 知道 - 意思就好 - 好 - 最后一支 - 最后一支 - 脚 - 做二支 - 斷 - 好 - 好 - 到目前为止呢 - 人家看到这个 - 可能会觉得是一次张力 - 但不是 - 切下来 - 切下来 - 你必须要在这看起来很乱的状态中呢 - 慢慢地把它架构 - 夹 所以我們一樣把它放平面 放平面之後你可以發現每一段 等一下喔 我們要先讓它每一對都是對直的 這樣平均下來 每一段的距離才會是一樣的 我們剩下的就會開始把它連接成一個網狀 你不用去比如說在意說 我剛剛的對面到底是這一隻還是這一隻 其實都不需要 你只要讓它平均的在上面就好了 接下來抓每一段距離大概是這個位置的話 你就是把它連起來就好了 好 接過來之後呢 這一個也要接過去 所以你大概抓它的位置 像這個我剛剛就抓的有點短 但沒關係 後面再堵回來 我這個就稍微就抓好 好 好 那你看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那這裡也是三分之一 過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剛好這裡跟這裡是要一樣的 要垂直的 所以你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把它們通通點起來 好 好 但是當你在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如果說那個距離沒有抓好的話 變成是裡面這裡可能會太會突出來一條斑 但這沒關係 因為氣球本來給我容忍 好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變得比較平整的對不對 感覺就有點像是那個 船的鍋一樣 對不對 好 那我們蛋糕底 這個平面 只要一完成的話 後面就好做了 雖然說你有沒有看到它是稍微微高的 但是沒關係 好 我們只要不要看起來霧殺才太大就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繼續做 那做的時候呢 你就要從側面開始看了 來 接下來呢 請給它一顆小球 這小球大概是兩個指幅 簡單來講就是 這一段跟下一段的一個中間的距離 好 然後呢 再給它一個小耳結 大概是它的一半小 好 好 然後呢 先做好之後呢 來 我們下一個 好 這裡的大小就要大概都這樣 然後呢 我們這個做好之後 我們這一段就把它連過來 好 所以我們開始已經在做第二層了喔 好 那我們就繼續 來 在連過來之前呢 記得這裡的 小耳結 小球跟小耳結要先完成 然後完成之後呢 你就比對上面這一段 然後呢 出去 打結 好 這裡就完成了 所以呢 接下來都是一直重複的動作 來 來 第三個 第三個 十個 沒有發現 這邊 剛好做的比較短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再稍微加長一點 後面讓它平均起來 把這個小小的食物給修整掉 好 來到最後 最後一段了齁 這一段因為剛好我們第一次做的時候耳結就出來這裡 所以呢 我們最後的動作就是只要把這裡 好 抓出一段 然後呢 在這個耳結 撈一圈 好 你看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二層就完成了喔 那接下來我們再開始做第三層 欸 好 那我接下來就是要加快速度囉 好 首先隨便一個位置 然後呢 一樣 一顆小球 一個耳結 那如果說你想要全部的小球耳結都做完也沒關係 好 就沒有所謂的 順序要怎樣 編織法就是這樣子 你只要能編得起來 你想怎麼做 順序如何 都是無所謂的 所以呢 我們這一次呢 就換這樣 我先把所有的 我通通都 耳結跟 小球 好 這個我用個先全部做好 好 那做好之後呢 我就可以專心的 在這裡 每一段 把它接起來 哎呀 我的遲掉 好的 你看 第三段 是不是就完成了 然後耳結 我們盡量呢 讓它是平的 這個讓它直的 OK 好 第三層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就這樣繼續下去的話 我們要做一百層也沒有問題哦 好 來最後一層 加油 好 一個小球 一個耳結 好 好 只要你編織法的順序沒有問題的話呢 它基本上都是可以補救的 哪邊斷掉 都沒關係 因為那邊斷掉的 它就是 由耳結跟小球保護著 所以呢 你只要補上哪一塊就好 好 接下來 把所有的都黏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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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我們蛋糕體就是這樣子完成囉 那當然這是剩下的嘛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剪掉 那剪掉之後呢 其實我建議你留長一點 然後我有點偷懶的話 我會直接往內塞 只要它不要跑出來氣消掉就好 但是如果安全一點的做法 就是你要打一個結 打一個結 然後呢最好就是往側邊塞 那種完全不可能從那個位置出來的 再做一次 OK 每個地方安全一點你就打結 然後呢 往這邊塞可以 這邊塞也可以 反正呢不要讓這個頭露出外面來就可以了 好 那後面呢我就不打結了 我就直接塞 下快速 然後上面這裡啊 如果你覺得一堆頭在外面這一側呢不好看的話 你就把它塞到裡面去 把頭抓起來往內塞 好 讓它在裡面 這樣子外面就看不到了 OK 然後你可以壓平一點 讓它呢往外塞 微擴一下 好我們的蛋糕就完成了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裝飾啦 第一個我的裝飾就是邊邊 那看你要用什麼顏色都可以 比如說我這次呢 用一個 桃紅色的 比如說是草莓蛋糕 然後也是隨意 好 隨意的 我剛剛是打三下 然後你就從其中一邊 先綁上去 然後你就看 這一段的長度 看這一段的長度呢 要多少它才會有一個 小小的 半圓形 兩顆 三顆 我覺得這要四顆 四顆我覺得 差不多剛好 我來看一下五顆有沒有 有沒有好一點 五顆好像就有點長 所以我會用四顆 五顆 好這個是你自己憑感覺抓 沒有一定怎樣 所以呢 我基本上 我就是每一個地方 我都 每一邊我都以四顆為一個基準 除非像這個四顆我覺得有點太 剛剛好所以我會再加一顆 它才會有點 微彎的感覺 那像這一段啊 是不是是做最短的 那我們呢 就可能做個三顆看看 三顆底線 差不多 一切憑你感覺 憑你十號 然後這邊就可以四顆 好 不過很可惜 每一次我做到這邊 在第六邊的時候 這一種是不夠 所以呢 只能再拉一條出來了 好 這一段呢 你就把它 收好 然後這一段呢 你就再 拿新的一條 雖然說有點浪費 但是呢 為了美觀 你還是得這麼做 反正不夠就 接上去就對了 好 最後這個我給它四顆 好 剩下的剪掉 好 放起來 那有沒有比剛剛鮮豔多了呢 那切起來 下面太白了 我們呢 就會用其他顏色 但是我會建議你這個顏色呢 不要 就是 不要用260的 因為260的本來就已經跟 蛋糕體一樣粗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用那個 160的 還160的 隨意什麼顏色都可以 讓你喜歡 好 然後 我會把它放在 1 2 就 3 第二顆的位置 好 那當然你如果要繼續做球 也不是 不是不行啊 但是我想有些變化 所以我這裡呢 我就做成直線的 然後在這個位置啊 我讓它 而且是垂直的 就可以把 這兩邊 做一個比較好的層線 好 所以你看 這直線的話呢 你就可以 很好的把它繞了一邊 然後呢 剩下就把它剪掉 對不對 就會比剛剛鮮豔多了 那最後呢 這個 類似有點 彩虹的東西呢 我們就可以給它 那個 在這個位置 寫名字 好 先抓個四項 然後呢 你就 你就來量看看 那個 那個 抓最寬的兩邊 然後呢 但我們蠟燭是 藍色的耶 所以不要再用藍色 來 我換個顏色 我們換個紫色好了 其實我對於配色很不在行 所以如果你們很會配色的話呢 你們就 照你們喜歡的顏色來配 OK 好 好 所以我覺得 紫色可以 好 我們呢 就從左邊這裡 繞一圈 然後 頭 躺起來 然後在這個位置呢 我 會把耳結 橫放 然後抓一下長度 大概抓這樣子 好 然後尾巴這裡 剪掉 好 然後尾巴這裡 這個地方就可以寫上 Happy Birthday 給誰誰誰呢 你就自己寫啦 當然 這邊還是寫一次給你看 好 然後 然後 就寫給 摩摩摩 OK 好 然後 然後呢 最後 再把你做的蠟燭 左右兩邊插進去 我們蛋糕 我們蛋糕終於完成了 好像我們很少做這麼大體積的東西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就來挑戰看看吧 很多生日的時候 尤其是小朋友生日的時候 受到這個一定會特別開心 那 如果說你有學一些氣球材料的話呢 下方三層 歡迎參觀學購 那接下來 該你啦